老师说 老花一你没有玉树啊 玉树呢 我没有 你看看这个 这个不也是玉树吗 我说你再仔细看看 他只是很黄很暴力 你再仔细看看 啊他有红 这个叫黄金花月啊 他跟玉树差不多 他呢 这种一叶叶片的一个颜色呢 不是说打了药 他是在一个正常的变异的一个品种 这叫黄金花月啊 风花雪月的花月 你要了解他的一个养护呢 跟咱们的玉树呢 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呢 他的一个叶片颜色呢 会比玉树更加的好看 好多话说 你不是说夏天 不要买多肉 我说呢 夏天不要买多肉 是不是 你买的时候尽量的去买圆培圆土的 我们家发货给你发京东快递48二十内发货 保证鲜活到时候 途中死亡免费不发 你怕个啥吗 我们这个呢 都是圆培圆土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 都是用银啊 土的 老根的带盆带土给你发货 这个你放心 咱们直接聊聊了 说养护 好多话说 还不会养 其实他跟多肉的养护方法是一样的 在夏季的时候呢 高温的时候呢 避免强光的暴晒 春秋天的太阳可以晒 没有事 而且还更加容易看着那叶片颜色会更好看 肯定画是非常郁闷 为什么我养着养着就变绿了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老了 他叶片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绿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缺光 一旦很缺光呢 他慢慢的就把你给绿了啊 你要了解这个事 你别养个养个花 让他把你给绿了就行了 该给一些光照 给一些光照 这话语的问题又来啦 你不是夏季的时候不让强光暴晒吗 不让强光暴晒没说不让你晒啊 一早一晚的太阳晒一晒又没事啊 只是中午那个太阳太辣了 咱们人一晒还暴皮呢 你况且是个植物呢 他还不会动火 你晒了你还知道找个阴凉镜 他不知道啊 所以说你得帮他呀 浇水尤其注意 像这种呢 耐汗能力非常OK 你摸一摸叶片 有点软了 你就浇水 不干嘛 你就别浇 一般咱们在室内啊 光照不是很好的地方呢 有一个月浇一回水 它就已经是极限了 别太多的水了 施肥这一块呢 奥绿的A2撒到土里面 一年两回啊 其他时间不用管 非常皮质 非常好痒 摆个叶子下来啊 亮亮都能嵌插成果 这么皮实 这么好痒 你还要啥玉树啊 短了 花友 目光短浅了 好了 一边关于黄金花月的一个养户分享给了大家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找我下单啊 哈哈 你又到老安门 哪边不错吗 接点个赞 我是老 我是老不是 我老花一养花 这养一养美 下集再见 不见不散 说成自己老王啊